我和你在一起 腿里伸直 伸直 注意这边手臂 手上放松 放松 好 注意呼吸 走 走 你不经常来吧 再来几次 那不行 因为你身体要坚持 你这样的话没有效果 我可以帮你设计一套训练计划 你是这里的教练吗 当然 那请斯文教练会不会很贵 没关系 反正你这个也不复杂 我帮你免费设计 真的啊 那太好了 别客气 这是我的荣幸 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吧 好的 等我设计完了以后 我跟你联系 好的 王磊 你谁啊 你真叫王磊啊 我们熟吗 不熟 当然不熟了 我就是听说 这儿有个叫王磊 专门假毛教练 去骗人家女孩子 所以刚才随便叫了一声 没想到你就是那王磊啊 这位小姐千万别相信她 现在社会上无耻的人多了去了 想着发着骗人 你看看 看看她那身材 长得跟白斩鸡一样 怎么可能是精神教练 不是你 她可能有病 你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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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被打了哪 谁抢白斩机啊 怎么了你 臭小子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游戏出问题了 游戏没出问题 我出问题了 拿一杯子 你出问题还不正常 说 受什么刺激了 你那儿有乐乐电话吗 家庭注释也行 干嘛呀 我就是要胖上他以后再甩着他 我烦死他了 老毛病用饭了是不是 你这老毛病不过去 乐乐是冉静最好的朋友 好朋友怎么了 好朋友就不能失恋了 王磊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最好的兄弟 现在要报复冉静的朋友 你觉得冉静能放过我吗 别跟他说不出话了 不可能 人家俩是闺中密友 什么话不说呀 行了 你打交这个念头啊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 你跟人姑娘叫什么劲呢 你就不能心胸开阔着点 真是 不行 好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恋爱啦 去你的 别急我上吧 你知道我们的机长走了之后 谁来我们进组了吗 另外一个机长呗 废话 我就问你知不知道机长是谁 梁朝伟 娶你的 来 难道你没有发现 今天这个地方 一个女性同胞的身影都没有吗 我是不是迟到了呀 错 他们都提前集合去了 出什么大事了 女性同胞的头等大事 行了行了 你别绕弯子 你快说吧 好吧 今天我们航空公司 所有女性同胞的偶像 巧克 已经正式成为 我们机组的机长了 你阮静姐的行程安排 应该是这样的吧 你看啊 晚上七点二十五分 准时落地 大概在七点四十五分 能从滑梯上下来 八点应该从飞机上出来 八点半 差不多到家了 哥 你怎么对阮静姐的事 这么了解啊 这不奇怪啊 你想想 她每天都这么往返 我还能不知道吗 规律都摸清了 才不是呢吧 我怎么觉着 你是喜欢阮静姐啊 没有啊 真没有 真没有 那算了 本来我还想告诉你一些 阮静姐对你的看法呢 她跟你说什么了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算了 哥 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嘛 我招什么急啊 你要是喜欢阮静姐 你就应该抓紧时间追求 追求有很多种方式啊 但是我讨厌这种快餐式的追求方法 像你们这么大的小屁孩我是了解的 喜欢一个姑娘上来就追 追完之后又觉得不合适又给人甩了 这叫不负责任你懂不懂 你想我跟您阮静姐住在这里 我们会慢慢日久生情的 这样的感情会比较有基础你懂不懂 狗屁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粗俗了呢 哥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像阮静姐这么漂亮这么好的女孩 那追求的人可是一大把 要是再不抓紧时间追求等别人追上了 你就等着哭吧你就 我知道 但是你阮静姐不是这样的女孩 不是谁追都能走的知道吗 那是因为她喜欢的人还没出现 怎么没出现啊 我天天在她面前晃悠我没出现的 晚上请我吃饭 凭什么呀 凭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个话题了 我想换一个话题 你们老是没教过你什么是逻辑啊 没教过 干嘛呀你 吃错药了 我在想乔哥 你说啊他知道 今天和你一起飞上蓝天 会不会神不守生呢 管不守生还能开飞机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们就是朋友而已 你笑什么呀 那当时我分在航空公司 我们俩在一个组 他就把我当小妹妹一样照顾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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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航空公司的人都知道他喜欢你 你别忘了他可是编号007 什么007还帮女郎呢 都怪你 都是个人胡说八道 还得我现在都怪跟人说话 这有什么不敢的呢 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 你们可以一起上天一起落地 然后尽情地说笑 工作呢有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了 你现在有路飞了吗 你们俩才有说不完的话 是吧 乐把婆 就吧 我就吧 人生女人 讨厌 对不起 安静 007 007 机长 安静 今天晚上有空吗 安静 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呢 你 你们慢慢聊 有空吗 安静 今天晚上要没事的话 想约你一块吃个饭 好吧 去去去去去去死孩子干什么呢 你才挡着我 走 上哪儿去啊 请我吃饭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你吃饭了 坐会儿我一会儿给你做饭去 我不要吃你做的饭 你天天天 你天天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我这脸都快吃成西红柿炒鸡蛋了 你等会儿呢 那个 阮静姐回来咱们一块去 那阮静姐要是不回来了呢 不会 不回来她会打电话的 喂 喂 阮静姐 好的 阮静姐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人呢 我骗你干吗呀 走吧 哥 你说我这什么呢 走啊 打给男朋友 不是啊 我合租的一个朋友 你不是一个人住吗 我搬家了 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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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这下车 哎哎哎哎 这就是你说的那特牛那餐厅 怎么样 挺好的吧 档次不低 那当然了 咱们家楼底下你没见着 有一个那个新派川在吗 鱼香肉丝做得特别好吃 我跟你讲 要不咱遮回去吧 哥 我今天不想吃鱼香肉丝 你能带我吃回好的吗 不是 不是 你说咱兄妹俩上这么高档的餐天 有必要吗 哥 你能不这么抠吗 你就带你妹吃顿好的就不行了 我又不是天天宰你 你是不是天天宰我 你宰我这么一顿 我跟你讲 我跟你 阮静姐吃好几天哪 哥 你喜欢阮静姐 我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可我是你的亲妹妹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亲人啊 不准会跟我妈说啊你 你要是今天不带我来吃 我就告诉姨妈你跟阮静姐同居 行 我带你吃 哥今天就出危险 反正你也不老来 走 这不情愿 走 突然锐子 的 disciples 読 unseen 怎么样 天一三了 牛仔骨 鸚雪鱼 还有那个 corona 你瞧瞧 这菜可真是够贵的 有这些钱 我捐希望小学好不好 哥 你怎么不问我喜欢吃什么呀 你喜欢吃什么你点啊 我没拦着你 你都点那么多了 还说捐希望小学呢 这么浪费 咱又不是两个人吃啊 吃不完打包回去 还想着任静姐呢 分享懂不懂 好 就这些 谢谢啊 谢谢 好了 上菜吧 好 请上菜 我们还没点呢 我已经点过了 点过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如果你口味没变的话 应该错不了 这儿的环境真是挺好的 哥 那不是演静姐吗 骗谁呢 我骗你干吗 你快看哪 傻了吧 谁跟我说日久生情 还细水长流 你看人家软静姐 现在跟别人约会呢 在这么浪漫的餐厅 共进晚餐 晓晓 你待会儿见机行驶啊 机灵了点 我可能要打起来的话 你带人家赶快跑 听见没有 干嘛呀你 我跟你讲 这八成啊 是纠缠你姐的 知道吗 你冷静啊 冷静点 我怎么不觉得 这纠缠我人境界啊 再自己观察观察啊 那我就更得出手了 我得捍卫我的主权完整 冷静点儿 你再看看他们 到底是什么情况 没准他们就是同事呢 或者是普通朋友 谢谢啊 闻得就很香的 怎么样 我没记错吧 尝尝 来 闻静啊 闻静啊 咱俩有半年多 没在一起吃饭了吗 要不是这次调动 还不知道要等到 什么时候呢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呀 朋友嘛 吃顿饭也很正常 别光吃 帮我看着点 他 他们干嘛呢 吃饭 那男的长什么样啊 我看不太轻 帅吗 好像挺帅的 你不是看不清楚吗 看龙库好像挺帅的 我看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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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别看了 哥 哥 你小气被人家也得看着 哥 你别看了 看了更受打击 哥 你别说你妹妹 我说话太客观了 就是我偏向你的话 你也跟他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我看你只能看看 你内在有没有优势了 不过哥 我觉得你内在优势 还不如你的外在 你 你这是偏向我吗你 好 接着看 能不能看出他们什么人的关系啊 我能看出什么来啊 使劲看 来 谢谢啊 怎么样 还喝胃口吧 那咱们回 来 我送你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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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你今天请我吃饭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太老了 你自己走我不放心 走吧 好吧 走了 起身了吗 往外走呢 干吗呀 哥 耿松啊 那这菜怎么办啊 你留下大包 哥 你就住这儿啊 对啊 就在上面 跟朋友一块儿住 挺好 阳静 其实你应该自己有个家子 对了 过几天阿姨祭日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你怎么知道的 去年复训阿姨祭日那天 你请了假 我一直记得 谢谢 我送你 你带来的 我带来的 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我带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任静姐 我哥他没回来啊 他没跟你在一块儿吗 没有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坏了坏了 你说我哥他不会出事吧 他会出什么事啊 我实话告诉你吧 今天你不是和一个男的在那餐厅吃饭吗 我跟我哥就坐在旁边 后来他看见你跟那男的 就自残行贿 就一个人走了 不至于吧 真的 我跟那人也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远静姐 像那么高大帅气的人 你就忍得住只做普通朋友 那照你的逻辑 这么高大帅气的人 我就还一定跟他有点什么 要是我像他这样的 跟我哥这样的比 我就肯定选择他这样的 你还是你哥的妹妹嘛 那我是他妹妹 我也得帮你不帮亲呢 没有 我跟那人真的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那这么说 我哥还有机会了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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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什么关系 好多久了 打算什么是结婚要孩子 你别不说话呀 你是不是怕你哥顶不住 没关系 照实说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为什么 你瞧瞧你现在的感觉 你也太没气质和胸怀了 今天那月亮好圆哪 不是很圆啊 圆 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没有啊 有什么可恶 那就好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没有啊 好啊 我今天听小小说 有人受了刺激 自残行贿的想跳楼 那人不会是你吧 那这死孩子怎么那么讨厌啊 真唯恐天下不乱 真是你啊 是 我怎么觉得不像呢 看你精神状态很好嘛 你还有精力骂人呢 我还想打人呢 打谁啊 谁该打我打谁 打乔克 谁 今天跟我一块吃饭那人啊 乔克 我们同事 乔克是吧 中国人好好的叫什么乔克啊 你说你呢 想什么呢 那人傻乐什么的 脑袋门给挤了是吧 你管我呢 怎么着该我了是吧 哎 我知道你想什么的 想什么的 是不是跟冉静那个了 哪个了 什么哪个 那个 王磊 我警告你啊 你侮辱我可以 别侮辱我们家冉静 是吗 他可是最纯洁的 我现在给你把镜子 你啊肯定能从里边找着一个傻小子 柏拉图式的恋爱 那就是个念想 那是违背人性 违背自然的 知道吗 男女在一块别想那么多 就先整个实事 就你跟冉静在那傻相信 你懂个屁 什么我懂个屁 就发现怎么什么美好的事 从你嘴里说来 有那么肮肮臥蜀 怎么了 在我们星球肮肮臥蜀 这一种美 你知道吗 是吧 滚蛋 捅我胃了 我有胃病 我要请假 请啊 正准备给你发工资呢 这下正好不用免了 不是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发什么工资啊 奖金 奖金是吧 不是 我是要请假 我只是想一下你知道吗 但是公司现在这么缺人手 又这么忙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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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缺得着你吗 拿着 怎么这么薄啊 先薄是吧 拿我来不给了 行行行 打球打球打球 打球打球 打球打球 我跟你说点正事 你真没打到你 干嘛呀 我告诉你 这个大项目一旦干好了 就是这个数 两千 二十万 多少 二十万 比当二十万那么好证 真是 项目是很复杂 但是不是有你的吗 咱俩在一起 这还能难吗 再说了 你手底有那么多干将的 别打他们注意啊 王倩前两天问我要人 都让我给撅回去了 X3项目现在多紧张啊 我现在一个人是顶两个人用 没门 我知道 但这是个好机会 这么好的机会 能从咱俩手里溜走吗 多可惜啊 你想这二十万咱一旦拿下了 咱光有了原始资金不说 咱还可以拓宽人脉 倒是咱自己当老板比什么不强啊 我也是这么想 但是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给别人打工 X3项目这么紧张 我又是X3项目的总负责人 出什么问题我得负责你懂不懂 程程程程程 我知道我明白 你这边精力不够没关系 我不是你们公司的人 我可以出来啊 我把你这边的活干好啊 我自己再忙活这二十万的项目 你看行不行 我考虑考虑 你两边跑也行 但是你得保证 得紧着我这边 不能耽误我的事 这你放心 你想想 这二十万咱一定要拿到 人家就会信任我们 一信任我们 好家伙 二十万 十个这样的活 那就是两百万 两百万再翻一倍 那就是四百万 四百万 咱们注册一个公司 挣点钱 那该八百万 八百万再翻一倍 八百万就不止翻一倍了 那就是翻 翻好几倍吧 五千万 我们一下有了五千万 五千万再翻倍了 那这样 那我就直接上一了 怎么了 又爱训了 大事不灭了 追魂夺命口 我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是 老师也真是的 他要杀要宰 也不能等到开学嘛 我才逍遥了几天 又得回去坐牢了 上学哪有那么凄惨的 你告诉我哥一声吧 我没迅速通知他了 你呀 回去好好看看书 不考可不能及格了啊 小小的考试 对我小小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要是我高兴 考个八九十番 不成问题 先别吹牛啊 回去考好 让你爸先高兴高兴 免得你日后吃苦 到家了 给我来个电话 任静姐 我跟你说个事呗 你稍微考验考验就行了 别让我哥等太久啊 什么意思啊 哥 他特喜欢你 你别让他等太久 师傅 走吧 真的 小小小 娘子 出来吃饭喽 你钱饭不得了 大哥饿死我了 买这么多 有那个大胃王在 你还怕吃不完呢 小小走了 你别找了 小小真的回家了 他考试不及格 被他爸发现了 这孩子 有出息 像我 你说 你怎么当哥的 你没考试不及格 你们心灾乐祸 考试就是一种形式 没什么了不起 再说了 我们家从我开始 考试哪个及格过 可我们都是才华横溢吧 人家是遗传不好 这也不叫遗传不好 这叫光明传统 你语文太差了 这孩子走的时候说什么的吗 说了 说什么 没听到 我们外来跟你分饭了 你吃吧 别嫌弃啊 快去拿点 喝了 我天哪 陆飞 陆飞 马上啊 待会儿 你可以进来吗 好好好 进来吧 快 小小电话 他给你打不给我打 什么意思 你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喂 你走了也不跟哥说一声啊 我的技术还不错吧 照片还满意吗 我就知道是你 太过分了你 考什么考 哥 我告诉你啊 惊喜还在后头呢 你好好体会 你什么意思 谁让你不给我买照相机的 我 挂了 小小跟你说什么了 这么神秘 没什么呀 还有事吗 手机 原来你是这个品位啊 什么 这是干吗呢这是 这谁啊 我 我不是啊 这 这不是我 这谁干的这是 这谁啊 公请老佛爷用早膳啦 老佛爷您醒啦 小路子给您请安了 请用早膳 这不是最高境界吗 老佛爷您还记得 小路子 得 大清早你就给我吃蛋炒饭 喂猪呢 来人呀把小路子推出去斩了 别急啊 老佛爷 把我斩了 谁来伺候您呢坐 行了行了有话就说吧 昨天晚上这不得罪主子了吗 但是这事真不能怪我 我真是被冤枉的 那是小小她陷害我 陷害你 你要没那些光荣战机 人家小小陷害得着你吗 行行行 算我错了还不成吗 你还千万别跟我认错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如果你看你态度敷衍表情做作 我要是你女朋友啊 我还真不能接受你这种不真诚的道歉 不是多大点事啊 你还打算让我从灵魂深处来检讨一下自己吗 那是 不是 再说了 就凭我这个摔样 我怎么可能跟这些美艳的女人有什么来往呢 你也不想想 等一下 您这句话又错了 那些女人还真不美艳 但是跟你这只猪搁在一起呢 那就是美艳无比 是吗 吃素的 我看出来了 别装 人都说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啊 不过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你长得还是不错的 对自己要有信心哦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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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找你啊 小菲菲 早上走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啊 害得别人好担心啊 你干吗呀你 你把手机落在我家了 我给你送过来了 你过了啊 什么 你过了 你要跟我一起过日子啊 小菲菲 你不是告诉过我 咱们俩是娃娃而已 何必太认真呢 不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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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以后早点来我家啊 等你啊 你把他给得得了 我太提过我们家这个女人了 不是你们家这个女人 是所有女人 你看到没有啊 她的腿有那么长 哪儿啊 那是因为她的鞋有这么高 而且今天这么大的阴天 她还带个墨镜来公司 也不怕摔着啊 这个老大真的是娇勇不慎 女朋友都追到公司里来了 就是啊 不过我跟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世界上就是有种男人 那叫闷骚 小可 你说那闷骚的男人指的不是我吧 谁问我我指谁 回来 有话当面讲 别鬼鬼祟祟的啊 女人真是世负 女人怎么了 女人是老虎 王总 陆副总监脸色不好啊 您是不是也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陆副总监能为公司卖命 我很高兴 您就直接说但是吧 我们都是年轻人啊 思想不会那么保守 你的私人生活我也不想干预 但是咱们这儿毕竟是公司啊 公司就是一个小社会 社会风化问题还是要注意的 方总 这不是您的风格啊 您向来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今天怎么说得这么隐晦啊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 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 对于此事我不想解释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陆飞的朋友不会怀疑我 怀疑我的也绝不是我陆飞的朋友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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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凭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出去 你又违反规则 进屋之前为什么不敲门 丫头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玩笑开得实在有点过分 你怎么还笑啊你 有什么可笑的 停 我告诉你丫头 丫头 你今天必须得跟我道歉 必须的 你这算是在要求我吗 对 那你要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啊 求人还有态度 什么态度 这么多衣服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跌完 我问你跌 不对啊 你明天犯了错我凭什么要求你呢 求我跟你道歉呢 丫头 咱得讲理不是 好啊 边谍边讲啊 现在整个是一个老佛影 你说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 晓晓走了 咱们那个圣旨得继续执行啊 丫头 我能求你件事吗 说吧 那圣旨要不咱就别挂了行吗 你看你说晚了 我已经挂上去了 那 咱们也可以再给她摘下来不是吗 那我多没面子 陆飞 你干嘛呢 我也不知道这衣服里怎么还有你的衣服呢 那你娶着她干什么呀 我真的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商量 你说我来个朋友吧 你说我来个朋友吧 你 很软的 好好玩笑 你来 你 你 你今天上我们公司是不是特异店呢 出来 来 我先讲一下啊 我们的游戏啊 除了这个技术领行之外 画面的精细和逼真也是一大特色 所以肖俊啊 你得好好地把关啊 瞧好吧你 王磊 你是游戏的关卡设计师 你是重中之重 所有的节奏还有难度阶梯 全都是由你来控制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 我同时呢希望 你跟田田和肖俊 要好好配合 多听取同事的意见 只有这样 才能完美 对吧 嗯 对对对 你放心吧 我出生的时候东方一道闪光 打在玻璃上印出了几个大字 为游戏而生 你就是这么骄傲 我告诉你王磊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缜密 到时候我审核的时候 如果发现什么问题的话 我把你奖金全给扣光你信不信 我出生的时候东方又一道闪光 打在玻璃上如果混不好 吃路飞的 你滚 你出生的时候 为什么没多一个劈雷劈死你呢 你 我什么我 你摸摸的 好了好了行了 严肃的开会的啊 那个我说两句 你们大家都看过那个 EA公司前几年做的那个 荣誉寻常吧 看看人家那设计修 当时找了大量的资料 据说那些设计师 已经把这个图书馆和博物馆 都当自己家了 知道吗 这这这说明什么 透露着一个字 专业 透 两个字 我知道 多嘴 好了好了 据你们这些设计人员 咱们这个设计小组 一定要精益求精 好吧 无论是这个关卡设计员 还有你这个美术师 还有那个程序员 都要严格把关 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这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个游戏 而是一次历史的革命 透儿 我跟你想到一块去了 什么叫我跟你想一块去了 是我先想到的 我是吧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你 有先知 是 有觉悟 好了 咱们先期的准备很成功 但是不能松懈 一定要努力 好